观众朋友观众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俗话说新冠上任三把火十八大的换届已经结束 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成功的接任了第一和第二把手 那么最近他们各有说法各有动作 究竟有没有烧着三把火 今天我们就将和您一起来分析解读 在开始之前首先请大家观看一个新闻片段 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的讲话 他谈到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他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赵远民表示 中国会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中国它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虽然朝代在不断的更替 但是这个国家并不会亡 中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养繁息 那么这个国家还会在 可能你共产党垮了 会有另外一个党派或者是另外一个新政府去代 在会议上习近平形容腐败是 勿先必辅而后重生 意思是中共的腐败根源在于自身 如果亡党亡国根源也在中共自己 他还强调近年来中共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性质非常恶劣 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尽心 中国历史学者李元化认为 几十年来中共走的路线始终如一 所谓的把经济搞活 其实就是养肥了一群腐败官员 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 如今民怨高涨 执政者为了让老百姓减轻一些怨气 或者打击自己的政敌时 才会去严厉的治理贪腐 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在中共统治下 已经走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从一个个人来讲 他可能有这种所谓反反反腐的意愿 但是在这个整个体制下 他根本就反不了 而且这个事实已经证明 根本也是反不了的 任何一个人出台的这个所谓贪腐的 到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习近平提到防治腐败 高阶干部既要严于律己 又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 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搞特权 对一切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严惩不待 绝不能手软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莫过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未来可能会被以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罪名审判 外界认为中共的反腐三部曲 第一 坚决反腐 第二 腐败是由制度导致的 第三 制度坚决不改 李元华表示 中国司法不独立 只要一党专政还在 那么腐败依然会持续下去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洗礼新冠上任到底有没有三把火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同时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拨899-116-0297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Skype 有我们语音或文字互动 Skype的ID是RDHD2008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了政治分析家陈破空先生 我们知道陈先生 由于在台湾等地去外访 那么参与演讲的一些活动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没能加入我们的节目 现在还处在导致杀阶段 那么知道您非常欢迎您再次加入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分析习礼 他现在新冠上任有没有三把火 我们注意到目前今天12月4号的 中共官媒的头条都在报道 中央政治局出台8项规定 要求委员改进作风 其中里边提到很多项 包括精简会议活动 精简会议的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等等 那么央视就评价说这是一个质地有生的政治承诺 您觉得是这样吗 是代表一个新气象吗 对 这次他们新班子上台 七常委亮相开了一个政治局高层会议 就习近平在会上说了 要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连起群众 首先这两句话我们就耳熟能详 共产党将近他们90年的党史一直在讲这种话 另外他这个规定中好像很详细 还说是个什么领导同志外出活动 不铺地毯 不摆花槽 什么报道要重解 有些地方不报道 也提到这个就是说不搞银送等等 不挂横幅等等 看上去好像很新 这个就刚才你说的 这个甚至他的这个官方媒体还称赞是一个政治承诺 但事实上我想人们不会健忘 就在十年前胡温上台的时候搞了同样的一个东西 胡温在2002年接到这个党的职务 党政职务 然后在2003年3月两会中接到这个政府方面的职务 比如国家主席总理这个职务 在那年2003年的3月28号 他们就出台了十项规定 跟这个极其相似 当时就说领导人不要去剪彩 或者参加一般的纪念活动 或者研讨会 不一定做报道 这个字数要精简 要压缩 甚至不搞淫送什么什么 不提字等等 说了很多 当时主导搞的规定 就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 后来的中宣部部长叫刘云山 这个人搞的 我估计这次又是他搞的 搞了这么东西才忽悠民众 事实上搞了 当时搞了十条 都说哎呀 胡文新政这个受到欢迎 大家很高兴 结果怎么样呢 胡文新政十年中 结果越到后面 他们自己的规定 他们都忘记了 越到后面 每天的那个新闻这个联播节目 中央电视台 才半小时 就15到20分钟 报道胡文这些人的政治活动 他们出席这个检查 那个活动 哪里研讨 哪里有看望老通知等等 而这些在他们最初上台的时候 都规定是不要报道 减少报道 甚至是根本一晃而过的 那么现在习近平 李克强他们上台之后 其常委上台之后 又做出了类似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承诺 我们只能说事物以待 但是总的说来 这都是资必要不资本的方法 应该是忽悠老百姓的方法 那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也是大谈反腐 那么他也讲到了说 物必先辅后有重生 同时还讲到了如果不反腐的话 就会亡党亡国 您对这些话有什么样一个评价 提反腐 中共历代都在提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 到后来的江泽民 胡锦涛 到现在习近平 每一代都在提反腐 但是我们看到腐败是一 像滚雪球样越来越大的规模 越来越高级的往前滚动 而且他们都会引用那些名言警句 说各自从古人中挑一两句来 这次习近平挑一句古话 物必先辅然后重生 这就是一句话而已 但如果真正要反腐 要动真格的 做一件实事就够了 你就公布官员的财产 公布官员的财产 而且是要上头带头来公布 那么就知道你反腐的决心 同时我们要知道真正反腐的话 就是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就是让媒体和记者去跟踪 去挖掘 去报道官员的财产状况和腐败情况 司法独立 就是让司法独立的来审案结案 司法能够去直接的去抓捕官员 就跟台湾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真反腐 根本不用去引用什么古话 也不用讲什么新的东西 你就是采取行动就行了 所以这种反腐仍然是个假命题 您说的采取行动 确实现在官媒在大力的报道 在广东的纪委书记的话 他在接受中共官媒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在广东要进行试点 进行财产的申报制度 那么官方的评价说 这是中共十八大号采取的 反腐的一个重大的努力 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着 一个具体的措施和行动 我们看到广东省纪委书记 宣布有两个试点 一个在越北三区拿一个县 再一个在珠江三角洲拿一个区 来试点公布官员财产 越北三区 我是从广州那边出来的 越北是广东最穷的地方 所以那个三区是一个贫瘠的三区 在广东省来讲 相对说来 他在那里拿个县来做试点 应该说是对基层下功夫 而对这个就是说 相对比较贫穷的地方在下功夫 应该说揪不出什么大鱼来 另外他在珠江三角洲 是相当富裕的地方 他却拿一个区来做试点 都不是拿一个县 所以这就看出他们这里边的猫腻在哪里 猫腻就是说 做试点就是拖延时间 就是忽悠民众 现在其实网友的回答很清楚 网友就说 你做什么试点 你就高级干部带头 你要真反腐 真公布官员财产 从上到下 上行下效 你要高级官员带头 中央高层七个常委 带头公布财产 就自然下面的官员 就开始公布财产 这才叫做反腐 你为什么拿基层的官员来做试点 况且什么叫试点 老百姓就说了 你物价上涨没商量 试点了吗 房价上涨没商量 试点了吗 为什么这些你就不试点 为什么一说到官员反腐 你要试点 你试点不就是拖延时间吗 也就是在试点几年 比如他就说试点到2004年 再总结 然后看是否推广 那就两年 试点两年 你的网民就看出来了 就给各级贪官污吏 保留了个时间 来大量的转移资产 他们都在向国外转移资产 不就多两年吗 而两年之后 还不知道退不退广 不退广又多一些年的转移资产 所以这完全是个障眼法 与其说反腐 实际上是不反腐 好 那我们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开封的胡先生 胡先生你好 我对习近平上来以后 中国曾经见面心情下用的景象 我对中国问题 现在没那么严重 反腐了 中央是有决心的 我相信在习近平领导下 反腐一定会动身格 弹出一些处外官员 反一个新政严明的政府 而且中国经济 在未来死灵将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敌 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习近平完成了 全面前的小官社会 也在2020年完成 我觉得对此抱有希望 谢谢 好 谢谢胡先生 那我们请陈胡先生回应一下 胡先生我是很熟悉的 我今晚一个月没有上这个节目了 他上次在开封打来 他显然是在美国 首先他在这个 说这个中国经济超过美国 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到美国来了 是不是应该到中国去享受 这个经济繁荣 另外他说的这个 说习近平上台 习近平上台一定能够反腐 如果我们倒回十年 胡温上台再讲胡温新政 讲十项规定 今天讲了八项规定 讲反腐的时候 我想这个胡先生 他自称胡先生 会说出同样的话 说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我想再过十年 可能中国的 如果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 腐败的规模只会成倍的增长 更十倍的百倍的增长 我不知道这位胡先生 是否参与了这个腐败进程 是否也参与了贪官物理 向美国转移资产的过程 因此才会继续配合 中共方面说自己胡游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 习近平最近和七常委去参观 复兴之路这样一个展览 同时也发表了讲话 他提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这个词语在十八大的报告中 也是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提到这样一个复兴的话题 究竟官方和民间是否有各自的解读 您对此有什么样一个言判 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是从江泽民时代 就开始提这个话 到胡锦涛时代 一直到现在都在提 这个话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说它是个伪命题呢 什么叫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有复兴 就说明它有衰落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衰落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提到最近200年 什么从鸦片战争1840年如何如何 没错 那个时候都是整个大清国 或者说后来的中华民国 都好像大清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但是中华民族最衰落的时候 至少是共产党的前30年 就是毛泽东号称站起来了 1949年到1979年 经济崩溃 几千万人饿死 文化灭绝 寺庙被破坏 文物古迹被破坏 大量的人遭受迫害 这才是一个中华民族最衰落的时候 如果把那个时候最衰落的时候 跟今天对比叫复兴的话 应该说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的复兴 如果一个民族复兴 你首先要复兴精神 复兴文化 复兴道德 而今天的中国道德崩盘 今天的文化苍白 而那个精神是匮乏 在一个民族没有精神 没有道德 没有文化的时候 谈民族复兴 完全是空洞的 我们常常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 那是一个精神的复兴 是一个文化的复兴 所以今天中共所谈的复兴 它实际上谈的是经济膨胀 谈了一个经济爆发户的这么一个嘴脸 如果单纯的经济爆发户 就是一个民族复兴了 这完全是个伪命题 实际上为什么我说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么一个 经济暴涨的过程 自肥了腰包 大量的转移资产 他们向国外转移 他们的子女 家属 财产 向自己的口袋里 这个自肥 所以说共产党在它谈它的复兴 就谈它经济上 它从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穷人党 摇身而变 成了一个腰残万贯 无关不贪的这么一个富豪党 这本身这个过程 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报复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能把共产党的报复过程 等于是中华民主的复兴 中华民主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中华民主要等到复兴的那天 必须是文化的全面繁荣 是这个思想的全面解放 是道德的全面重建 和整个一个精神的重塑 然后是在跟文明世界完全接轨 这样才谈得上民主复兴 所以今天中共滥用民主复兴的词语 实际上是为他们腐败和自肥 打了一个精致招牌而已 好 那我们再接一下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加拿大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大家好 习近平一上台 就顾忌重施 可惜眼前形势 以今非昔比 谎言一出口就被大家看穿了 一 习近平最有名的话就是权为民所富 可见他心里很清楚 宪政权非民所富 属非法政权 要想合法 只有还政于民 请问习近平做得到吗 当然做不到 因此权为民所富 是最大的谎言 二 务必先辅 而后重生 何为物 明眼人都清楚 中共独裁体制 就是这个物 贪官只是寄生于之上的虫 少掉几只虫 这个腐败的体制将生出更多的虫 真想反腐 只有换体制 习近平有这个胆破吗 没有 因此反腐 只能是忽悠百姓的作秀 三 实干兴邦 空谈悟国 这又是一句口是心非的口号 习近平心里想的 真是实干旧党 空谈悟党 但是习近平应该明白朽木不可标的这个道理 好 谢谢何家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再接一下大陆文先生的电话 文先生你好 喂 您好 您好 您请讲 能听到吗 您请讲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他确实有三把户 就是新冠上任三把火吧 一个呢是反腐 这个好像很有决心反腐 再一个呢就是要 这个有一个梦啊 要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一个呢 他昨天开了个会 说这个宪法的生命呢 在于实施 要保证这个宪法的实施 除了这个习近平来说 他如果说 真的想利用中共政权 为中国人民做点事情的话 我觉得呢 这个高调没有用 因为他要去 真的去做一点事 就比方说610办公室 明显的就是违宪的 好 谢谢温先生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唐人电视台的 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来为您探讨 洗礼新冠上任 究竟有没有三把火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休息回来之后 继续讨论不要走开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洗礼新冠上任 究竟有没有三把火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那我们每位观众呢 尽量节省节俭时间 精简您的问题 或者是您的分析 每个人限时一分钟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分析 刚才呢 几位观众朋友打来电话 我们想请现场的 陈木工先生的话呢 对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 分析一下 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讲到的习近平 那么最近李克强 其实呢也有不同的 这样的动作或者声音 比如说他重点谈到了改革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改革 那么他其实也重提了 温家宝时代所说的话 比如说改革 溺水行舟 不禁择退 尤其是一个新的 他提到是不干 可能不犯错误 但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您对他的一个说法 有什么样的解读 所以让我回答一下 刚才几位观众的问题 几位观众都讲到了 就是说 习近平反腐 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或者说这个是空谈 那么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当时十八大召开之后 我有个分析 就十八大是保守派的反扑 最后的结果 是保守派的一个胜利 在七个政治局常委里面 习近平 李克强 都不到 就是五十多岁 不到六十岁 这两个人当一把手 二把手 但是另外五个常委 平均年龄66岁 是大林常委 是江泽民安排的 五个常委里面 就四个是江西人马 也就这个七个常委结构 习近平看样子 表面上是一把手 二把手 但是他们跟另外五个人 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是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 就是由另外五个大林常委 来监视习近平 是由于中共政治局常委 权力核心 被保守派所占据 它的主要位置 因此习近平要谈 所谓的反腐和改革 都是空谈 根本是谈不上 只是做做文章而已 所以刚才说 不是习近平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而是这个结构 这个权力核心的结构 就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谈论你刚才说 李克强那个话 至于李克强说 他们两个日用一个重点 习近平谈反腐 李克强就谈改革 一旦找个话题来谈 表示一个新姿态 因为他们不得不摆出 新冠上是三把火的姿态 那么李克强谈改革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 改革是逆水行走 不进则退 这是一个老话 温家宝谈过 朱永记也谈过 所以世界老话不值一谈 那么他倒是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 不干可能不犯错误 但是要负历史责任 这两句话 恰恰是对李克强本人 在地方上当官的一个写照 他在荷兰当个省委书记 在辽宁当个省委书记 他采取就是不干 不干 他说就不犯错误 不犯什么错误呢 就不会跟政治老人 不会跟高层 不会跟前任 发生关系冲突 关系不会搞砸 关系摆平了 所以你看他在背后 他就留下了历史责任 他说不干 可以 不犯错误 他没犯错误 没犯个审害关系的错误 但是他留下了历史责任 什么历史责任呢 现在爱滋病 荷兰的爱滋病泛滥 就是李长春和李克强 两任书记留下来的 还有辽宁的旷难不断 火灾不断 荷兰也是火灾不断 说李克强本人 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 因为他首先就吃透了一个 中共官场的精髓 就是搞好关系 关系优先 而不是政绩 政绩就是关系 你要真有政绩 你就完了 你要真是不顾关系 去搞政绩 你就更完蛋了 说实际上像 薄熙来 陈良宇 陈希同的出局 当然是腐败 但不仅仅是因为腐败 最重要是权力斗争 关系没摆平 同样道理 温家宝为什么会受到攻击 后来有人放风 在纽约时报 说他的家族情况 就是用温家宝 也没有跟他们 把关系搞清楚 关系摆正 温家宝谈改革 而越谈越真 谈政治改革 所以谈到后来 就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既得利益 就要对他进行报复 说李克强深知其中奥妙 说李克强谈改革 第一只谈经济改革 不谈政治改革 第二他谈的就是 他刚才的一句话 是把他自己 在地方上的作为 来了一个反的说法 他现在去告诫别的干部说 不干可以不犯错误 但是你要负历史责任 那你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 你的历史责任就是 荷兰艾滋病犯滥 你要不要承担 那你干了没有 所以这句话 这显然就是空谈 而且中国当下 经济改革是空谈 政治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不谈政治改革 就是只谈经济改革 实际上是假谈 就是拒绝改革的表现 所以李克强的表态 就是进一步的拒绝改革 好 那我们再来接下 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们大家好 这个习近平上台了 三八幅 一定会上的 他一定会上三八幅 如果他三八幅都不做的话 那他很快就可能会 保守党给他架空了 他一定会做的 现在看他会不会做 第四八幅 那第四八幅是什么呢 那就是把毛泽东的尸体 给他搬出去 如果他把什么毛泽东 在两年之内 他讲过 他要在两年之内 把毛泽东尸体给他干掉 如果他敢把毛泽东尸体搬走 那这个事情就大了 把所有共产党的人 他都得罪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他就会大量清洗共产党 如果大量清洗共产党 那中国可能还有一点希望 如果他不敢做 那就是跟你们所说的一样 那就是叫叫口号 看他敢不敢做这件事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位 加入的包女士的电话 包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陈破峰先生好 习近平的三把火 如果有的话 我希望不是政治作秀 我想如果习近平 他如果是个聪明人的话 而且他想做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的话 他唯一的一把火 就是解体中共 走向民主 否则的话 也是口气比这个火气大 谢谢 好 谢谢包女士 我们再来接一下 大陆文先生的电话 文先生你好 您好 这样 这个习近平的人 可能是个厚道人 但是也没有用 这个中共的原来 这个华国锋也厚道 也不行 也弄下去了 然后也做不了事 赵紫阳的这个人也还可以 胡耀邦也都被弄下去了 中共一来都是这样 他这个传递巩固的时候 他就不可疑似 他胡作非为 但这个传递不行了 你看现在经济也不行了 传递也不行了 估计环境都不行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拉拢民众 他把习近平弄上来 其中很重要的他就觉得 习近平这个人可能还比较接近民众 是吧 弄上来以后呢 然后再来忽悠民众 习近平呢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有些根本的问题 他确实也做不了 他最简单的 比方说他现在就要 这个实施宣法实施 那么第一件事 你就把劳动教养制度给废弃嘛 把610办公室给解散嘛 这是最直接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文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位纽约黄先生的电话 黄先生您好 我刚才听到一些人的谈话 我有个疼一点 我认为对习近平 不能够抱任何希望 我认为基本上对共产党人 我们也做一个基本的认识 实际上在列宁 在到18年了 对共产党人都有一个定理 在列宁的张理上 18年都讲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换句话说 共产党人就不是人 或者和我们是不同的人 这些人呢 共产党一旦想要我父亲 那都是杀人不见血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因此对习近平这些 谈什么什么 过鲁巴乔夫啊 这样那样的 完全不靠谱 事实上过鲁巴乔夫的出现 那是有历史背景的 赫鲁巴乔夫这个人 我们不怎么讲 赫鲁巴乔夫能够批判史大林 那不是了无奇的 现在在谈什么 把毛泽东的坊移到 移到什么地方 那个完全是空谈 一坊移下去 那个必须配放 像赫鲁巴乔夫 批判史大林一样 中国现在完全的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动 你还看什么一坟一不一就没什么用的 那边坟现在还都没有动 这是我认为这方面呢 不能够带它修了 好谢谢黄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下 吉林的西女士的电话 西女士您好 喂 喂 你好 今天我看这个话题 习近平新冠上院 新冠上院烧也是烧 反腐也是反他们共产党内斗的 他们正确的事 对老百姓没有什么 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网党是正的网党 正的网党 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了 我是不会网的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我的观点就是这些 好 谢谢西女士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稍微请陈不空先生 集中的回应一下 同时我还有一个观点 我们在谈到李克强 刚才谈到他经济方面的改革 他在谈到国民经济的时候 谈到要保期 同时也提到了全面实现小康 这样一个经济的增长论 您对此怎么看 同时结合了刚才观众朋友 所提出的问题 李克强在谈什么经济正在保期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不景气 经济下滑 经济减速或者出现衰退 在这个时候谈保期 仍然是个速度论 仍然是过去的一个思维 就是拿一个保经济速度来搞经济 就是不求质量不求效益 这是其一 其二他说保期就能到2020年 实现全面小康 其实这个提法是完全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要实现中国全面的小康 不需要保期 实现全面的小康 做几件事就行了 第一件是缺减军费 第二件是取消维稳费 七千多亿庞大为费 第三个取消官员的三公费 这三笔费是中国最大的 军费六千多亿每年 维稳费七千多亿 军费是完全超过了国防的需求 维稳费完全是对付人民的 三公费九千多亿 是官员吃喝 官员用车 官员旅游的 这三笔费用拿出来 中国的小康就解决了 况且还有一笔更大的费 就是各级官员贪污所得 把他拿出来 放进国库再发给老百姓 中国的全面小康已经就实现了 不需要保期 这个才提出要保期 再去实现中国的全面小康 就算保期实现了中国的全面小康 那官员都不知飞黄 谈到了什么程度了 恐怕把整个中国都已经搬空了 谈什么叫做小康可言呢 说这都完全是伪命题 那回头刚才观众有讲这个问题 一个王先生说 习近平应该把毛泽东尸体搬出去 习近平以前有个部下 自然提出了两年政治改革 但是我已经说了 江泽民以前推习近平 是觉得他是太子党 是要保住他们的利益 但是今年以来 政改呼声 海流外一片政改呼声 对习近平的呼吁 把江泽民给吓坏了 江泽民引起了病态的警觉 说江泽民及其派系 在司法大猛烈反扑 利用党内的生态 保守派是主流派这个生态 说把保守派安成了一个庄角 来监控习近平 就江泽民对习近平的支持 转辞了对习近平的怀疑和监控 说习近平被监控了 不要说两年不能政改 五年都很难动 而且这个说断毛是不可能 因为习近平被迫的 这次参观了个复兴之路 他说了三句诗 两句是引用毛的 第一句他雄冠漫道真如铁 是毛泽东的诗 第二句他说人间正道是沧桑 也是毛的 第三句他说长风破浪会有诗 是讲的李白的 也许潜藏了他的一个心态 有一天他会干 这个意思 前两个都是从毛的 说在这个时候搬毛是不可能 另外刚才文先生讲到 说习近平解决牢教制度 胡温上台就废除了一个 叫做收容审查制度 利用一个大学生被打死案 就算是他们现在废除牢教制度 对整个中共制度也受毫无影响 无济于世的 牢教本来就是非法的 只会去收取民心而已 再一个刚才一个黄先生讲的说 对他们不要抱希望 杀人不捡血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料子 对共产党整体来说是不抱希望 但是共产党内部会不会出他们的叛逆 这个历来就会出 不管是苏联的共产党 东威的共产党 是中国的共产党 历来就会出里面的叛逆 身在朝银心在汉的人是有的 所以这些人 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进行喊话 而不是抱希望 再一个刚才 这个包女士提到 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说揭提中共 说他的口气比火气还大 在目前的这个政治生态结构下 他们必然是口气大 就说包女士总结的比火气还大 是肯定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再来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加州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习近平上台 将要通过烧三八火 就腐败透顶的总共 把其事政权是阻牢的 如果西里都有火 只要烧一把就可以了 那就是改气一致 走民主自由法治的正道 告别一条道 走到黑的邪路 就迷途自反 才能救中国 不告别共产邪路 不要说三八火 就是三十八火 也救不了总共 谢谢 好 谢谢吴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下加州的田先生的电话 田先生您好 喂 我是田先生 我想讲一下 我在台湾从小找大的 他是有这个党的开发以后 好几个党都在搞这个 假如说共产党只有一个党的话 你想要看台湾是张三党 李四党 李四党贪污的时候 张三就可以解放他 你共产党只有一个党 你自己家里面人 你犯了错误他 谁会解放你 你现在看这一党观众的话 这边能搞事情这些事情 共产党执政了六十多年了 他这个六十多年了 他喊口号伟大伟大 但是说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只有一个党 他一个党没有人监督他的话 他永远做不成了 就无法了 好 谢谢田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加拿大马先生的电话 马先生您好 主张好 陈墨空先生好 习近平上台 都没有什么 都他必须按照那个党性来做 这是肯定的 否则他就干不下去 但是呢 不管是习近平也好 是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他都是叫独裁 叫专制 那么最近呢 在网上有一个视频 就是北大的法学院教授 叫张天 如果大家找他的话 就打一个张天凡 张天凡 张天凡说那个独裁专制 你就可以找到他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呢 不管怎么样要结束这个独裁统治 那才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呢 根本毫无用处 好 谢谢马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下纽约 另外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 你好你好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 听得见吗 您请讲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您看那是40秒的时间 习近平啊 应该把它弄死 我说应该把习近平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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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把江泽民弄死 为什么呢 这次十八大之水开成这个样子 江泽民就在其中作乱 所以说我有两句话来总结 中国有两个成语 一个叫庆父不死 鲁烂不已 江泽民就是这个庆父 还有一句话叫老儿不死 视为贼 江泽民就是这个老贼 这个成语不是说一个人姥姥该死 而是说姥姥如果他还妨碍历史 干扰年轻的是成为社会的阻碍 以一己之私 一党之私阻碍社会 那就是个贼 而古语中贼就是讲判例 判例就是跟社会对手干的 而江泽民就是这么一个判例 所以刚才这个观众讲弄死 我建议他首先把江泽民弄死 像江泽民这样的人 在别的国家早就被暗杀了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热点糊弄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洗礼新冠上任 有没有三把火 我们先进下广告 广告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洗礼新冠上任 到底有没有三把火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刚才我们接了数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先请陈宫先生的继续 对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 进行点评 同时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前不久的一段时间 中共官方在司法改革的白皮书发布的时候 同时提到了要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其中包括这个劳教制度要进行改革 那么引发了当时的关注 那么民间更是提出要废除这个劳教制度 目前到现在最近的话 没有见到提有关相关的事情 到底这个劳教制度是否会会除 同时也结合着刚才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 请陈宫先生分析 这个中共执政的一个特点 整个来说它是首先不动体制 不动这个制度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做一些去迎合民心的事情 做一两件 就表示有新政开始就行了 我刚才已经讲过 在胡温上台的时候 因为一个大学生 在广东收容战被打死 另外那个事件 胡温废除了收容制度 还赢得一片鼓掌 但那个有什么用呢 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毫无触动 然后习近平在上任前 他们就炒作要废除劳教制度 有一个叫任建宇的人 写信批领导人 后来被劳教 然后被放了出来 就认为是一个迹象 就算首先劳教制度废不废 现在这个议论下降了 这个十八大开之后 就算它废除了 本来劳教制度就应该废除 劳改制度也应该废除 所有中共的这些反动制度 都应该废除 问题是就算一个劳教制度废除了 就像当年胡温废除收容制度一样 对中共的政治制度不会上大雅 不会有太大改进 这些劳教无非转到劳改系统而已 原来公安局判的劳教 一到三年 无外部去庭审一下 再判个其他几年而已 说这个不是一个 治标不自本的一个办法 刚才有些听众提出来 说这个改旗一旨 这个胡锦涛的失败就在这里 胡锦涛就是独裁无量改革无胆 说他在十八大全面挫败 然后最后是裸退收场 但留下了一个漂亮的身段 比江泽民好一点 就是试图结束老人政治 但是胡锦涛在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提出还自我说话 提出两点 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不走改旗一旨的邪路 但是胡锦涛十年本身走的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走的就是扛红旗悲黑锅的邪路 所以我希望习近平不要再像胡锦涛那样继续走 因为中国没有几个十年可以去忽悠的 没有几个十年可以去蹉跎的 另外还有观众提到一党制 这个贪慕是无法制 但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 虽然习近平讲了一个大话说 这个腐败会亡党亡国 但观众也指出来了 不会亡国只会亡党 但是亡党也不见得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腐败是全党团结的粘合计 全党利益均灾人人腐败 这个船材会翻掉这个同责共计 所以这是江泽民的一个发现 说现在几代 中南海青老几代都认识到腐败是粘合计 不会因为反腐败而亡党 实际上他们把腐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他们所谓的反腐在基层抓几个小猫而已 说高层的只是不遵守游戏规则而出击 就像薄熙来他们挑战了最高当权者的权威 由于权力争斗而出局 那个是不遵守游戏规则而已 如果说他遵守一些规则 他仍然还在那里 所以还有一个人提到这个 说一个张千凡教授说是怎么样的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叫孙立平 最近就有个大胆的发言 他就说共产党本身不守法 到了这个就是恶法的程度 就说以恶授权的程度 他说的非常尖锐 他是习近平的老师 而且他说这个从古之境没有发生过 我们的确看到古代像曹操当年提供节俭 曹操三国时代 魏国的开创者和当时是汉朝的宰相 他提窗节俭 一提了就另出必行 结果他就发现自己的媳妇 曹批的妻子 穿的就是花里胡哨 没有体现他节俭 当场就斩首 抓来斩首 说拿自己的家属来下功夫 那才叫真的 从古至今中国的法律 都是相对比较认真的 据说这个王子犯法 以庶民同罪 偶尔例外 但是今天的中共 为了自己的执政需求 完全违法 在维稳的整个过程中 都完全违法 但我们今天无法去展开 说连他的老师都已经定义 整个中共的执政 都是把自己的法律都在违反 还比较说谈什么对老百姓呢 好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电话 我们接一下他们的电话 加拿大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喂 评论人你好 主持人 还有陈伯宏先生你好 我今天听了陈伯宏先生的评论 我一直认为 就是什么叫 义争见血 我非常佩服 我总理中国的一个问题 那个常识100个问题 中国中南海的后会学 都是深刻揭露了中共的罪恶 把他们揭露了体悟完肤 对吧 谢谢 所以中国这么邪恶的话 说实在的话 我们不应该对他抱幻想 对吧 这是确实的 但是呢 我认为了另一点的话 今天我就讲了 就是应该利用一些可能的有利的因素 对吧 来加速中共的倒台 我认为中共可能要倒台 最近要倒台 我并不会 这矛盾也很深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这个 中国人 我们这个大陆的人 甚至到这边 很多说实在都是脑残 非常严重的 就是这样的把我们中国决心呢 说是很大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保留一个 另类部去推毁 是吧 应该给他们状了压力 就相对 你虽然有个 这个加监帮这么一个暴政呢 但他有一个什么 相对的开明派 对不对 他们不管怎么样怎么做 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改 做不够 但是我们也提出了压力 就是什么呢 应该是党 我觉得应该做的是党政分家 对吧 好 谢谢张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们再接一下加拿大的马先生电话 马先生您好 你好 我又打回来讲两句 刚才呢 没准备好 就是说实际上 中华民族呢 现在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 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中华民族现在 我以前总结是面临五大这个控 就是五大绝症 第一个就是能源 第二个就是水源 第三个环境破坏 第四个人口 还有就是一个专制政府 但是我现在又发现还有个粮食 你看最近河南把推了几百个 一百多万个房地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显然 中国中华民族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麻烦 就是粮食都不够吃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呢 已经是腐败的 特逗点 叫个烂西红柿 你怎么弄 就只能把它扔垃圾 你不能在他这个基础上 再怎么样把它改好呀 或者把那个地方 没用了 嗯 如果不搞掉的话 中华民族就 现在又到了一个威胁的时候 大家都有份 嗯 好 谢谢马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位 德州郑先生的电话 郑先生你好 喂 呃 喂 呃 你们好 啊 你们好 我觉得 呃 那个 习近平说 要护兴中华民族啊 但是我们要为他拍展 嗯 真的如果按照他这样做的 互新中华民族的话 那么 和那个七小的时候 根本不能比嘛 有那个GDP 搞到搞到一起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发现 那个 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嘛 现在世界竞争厉害了嘛 所以说 中国现在GDP 几十年来的 偷飞猛进 还有那个 互新中华民族 局势上也是走向世界的一二流嘛 对吧 嗯 好 谢谢郑先生 我们最后一并回复啊 那么再接一下 加州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你好 啊 对不起陈女士 是 加州的陈女士的电话 新兰主播 新兰主播 你好 你好 陈破公先生 你好 嗯 我一直很想陈破公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因为他 嗯 思路比较清楚 分析的比较深刻 那么 刚才你们在讨论这个广东模式 说现在 他们 在拿广东的什么 一个穷的地方开刀 我觉得 共产党总是这样 上头有病 下头吃药 他们的根本问题是 上头的体质问题 他们是 嗯 上行下校嘛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所以 嗯 他现在这个三把火吧 也就是 瞎扯 瞎忽悠 嗯 在做秀 我是认为是这样 他们制定的方针政策 都是为他们的利益集团服务的 都是他们几个人说了算 好 谢谢 谢谢陈女士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再接一位纽约刘先生的电话 刘先生你好 你好 主任好 嘉宾好 那个我个人认为呢 那个洗礼上台一定会真的烧着三把火的 因为就跟历史上一样 就跟明朝崇祯皇帝上台一样 杀了魏忠贤 铲除野党 平反了张居正 但结果又如何呢 所以呢 这把火烧人之后 而且疑惑不浅呢 大清朝历朝以后 从顺治朝到康熙朝 一直有很多人的反清复明 怀念崇祯的那个德政 所以实际上他们现在做的东西 等于就是给历史给未来的一场余毒 这就是我观点 好的 好 谢谢刘先生 那我们请陈沐先生呢 针对刚才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的集中的回应一下 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关于最近的这个北京青年报 它首次报导的首次解访人员遭到判刑 但是后来的话 法院又出面进行否定 说是这个北京青年报的这个报导是假消息 那么 那么要北京青年报要进行道歉 那么究竟为什么终止解访 这么难 我不知道陈沐先生怎么看 这个终止解访怎么办 解访是一个中国只有的现象 这是个耸人听闻的名词 就上访本来是中共的一个制度 老百姓可以去北京上访 但是各地的官员却派出人员去解访 把这些拦截下来 那么最近这个事情就证明了 这个先是北京青年报报导 说是解访人被判了刑 大得鼓掌 结果后来又说法院说是假消息 就说这个中国青年报还要道歉 北京青年报 也就是说解访还可以继续存在 就可以看出 连解访这么一个丑国的先生 都很难清出 就像刚才一个刘先生讲的 崇祯皇帝 人治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解决只能靠法治 至于刚才有一个先生讲的说 就是张先生讲的说 中共内部的开明派还是要团结 的确这次十八大 中国的改革派大败 温家宝作为改革派的龙头人物 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产 也没有留下任何政治传人就走了 那么这个新生代的改革派 像汪洋李源潮被排挤 在常委会门槛之外 改革派大败就证明了 我以前对他们经常的呼吁 我经常对他们喊话说 中共的改革派只有走向民间 跟民间相结合 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在党内增高下 完全没有胜率的可能 因为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 是保守派才是主流派 因为那是利益集团 而改革派是边缘派 是非主流派 所以改革派在党内 是无法取得胜率 它必须跟民间相结合 那么刚才大家 我想各种观点都讲到了 最终来说 中国来说 它是要走向一个 依靠人民 而不是依靠中共这个道路 好的 那我们吉林的西女士 又打来电话 您请讲 我那个才刚刚有一位就是开宗的胡先生 他我想你应该上那个 上下巴拉一个来看看 你看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就是再胡说八道 就不要往家里打电话了 干物时间 挂了 好 嗯 好 谢谢西女士 他说到这一点 我想起刚才有个冒充 德州郑先生 这个老祖姑打电话来说 这个习近平 谈复兴是个好事 应该给他鼓掌 问题是谁的复兴 如果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共产党就该让位 只有中国共产党让了位 中华民族才能够谈复兴 如果中国共产党 还在里的贪污腐败 转移资产 大量的掏空中国的话 中华民族不要谈复兴 只会谈灭亡 所以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复兴之路的一个拦路虎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阻碍了中国的复兴 我希望这个郑先生有所了解 刚才我们除了提到 对内的三把火之外 其实在对外的政策上的话 其实也在有几把火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国发行的一个新版的护照 其中包括了新版的一个地图 把和南海有争议的一个地区 包括台湾的风景区和印度 相有争议的一些地区 划进了新版的护照 那么这一动作 在国际上究竟激起了哪些的反响 对 我说了这个权力核心 这个齐常委是由保守派把持的 由强硬派挟持的 因此这个齐常委上台之后 按道理来说 你新版子应该对外怀柔 但是一上台就采取了 对外的这么一个强硬姿态 其中个你刚刚讲了 新版护照这个问题 它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它这个印了个地图 结果你看现在事情就闹大了 结果印度就采取反制 印地图 印度也印地图 因为印度跟中国有一些边界争端 如果你印一个地图 印度就在跟你签证盖章的时候 用另外一个地图给你盖上 印度的地图 这是一个问题 就把中印之间本身潜在的领土争议 就把它表面化了 表面在日常往来之中 还有越南菲律宾 由于抗议中国的新版护照 就是说绝不会在这个护照上盖章 也就是说中国的公民 进入越南和菲律宾 那就成问题了 再一个就是像台湾 这个政府是表示不接受 而且在野的民进党 就提出要用台湾的贴纸 另外一种贴纸来包装台湾的护照 防止中共的那种 而且美国等其他国家 都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而且这么一个动作的话 可以看出 就是中共它试图通过一种 偷偷摸摸的手段 那个网友就讽刺 说你们自己拿着很多种国家护照 你们这些贪官 这些高官 高官后路 这些贪官污吏 自己拿着多个护照 随便来去世界各地 但是缺个老百姓设置障碍 现在让中国老百姓拿着你这个 所谓的新版护照 画着各种各样的地图 让人家出不了门 说你这些人不是给老百姓找叉吗 说你有本事 你去把领土拿回来 别人把老百姓来当垫背 把老百姓推上前线 就中国共产党 现在使用的是个意淫手段 就是他拿不到的东西 他通过这个地图去印一下 表示他在好像拿到了一个 而且我们说到这里面 他没有包括钓鱼岛 就是这些方面 那这其实是不是采取一个双重的标准 对 他这个新版护照 弄了个地图 把很多地方南海 台湾的中印 边际的画进去 但是他唯独没有把 有争议的东海地区和钓鱼岛 争议最激烈的没有放进去 这说明他还是四指尖 软的来捏 他是去针对 他首先去挤兑一些 相对比较弱的 比较容易去欺负的一些国家 或者说比较容易去招惹的一些国家 然后他相对比较强的 比较不好招惹的 像日本 他就暂时不招惹了 因为日本 美国最近再三声明 把钓鱼岛纳入 美日安保条约 说中共已经考虑 招惹日本 而且就是招惹美国 说招惹不起 与其就暂时不招惹 说双重标准 好的 我们看到除了刚才第一把火 这对外的火 还包括了第二把火 就是在南海的地方 对外国的船舶 要进行登林的检查 那么第三把火 同时他还捎向了 要继续去怂恿朝鲜 在侧发射卫星 那么这两把火的话 综合的考虑 从这种强硬的态度 您有什么的解读 那么这是否说明了 习近平和李克强 已经被这个顽固派所绑架 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他们的确是被绑架了 但是他这个所谓 去登林检查外国船舶 他是想在形式上摸放美国 他表示我也是个大国 但是美国以前在历史上 登林检查别国船 这是因为 在确定时期针对某国的制裁 比如伊拉克 伊朗 朝鲜 不准有核武材料 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执行联合国决议 美国在公海上 部分的拦截外国船只检查 但中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去拦截外国的船只 你要保持公海的航行通道 而中共的理由是 所谓的捍卫主权 如果你捍卫主权 一个拦截外国船只的话 极其更大的反应 而他这里又是双重标准 他没有说在钓鱼岛附近 在东海拦截 他说要在南海拦截船只 说中共仍然是双重标准 他在试探国际社会的底线 我想中共这个做法 这种傲慢和嚣张的做法 按照中国的俗话说 一个叫做找死 一个叫做欠揍 好的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 今天我们探讨了 习礼新冠上任到底有没有烧三把火 那么通过刚才的讨论的话 我想观众会有自己的答案 好非常感谢我们现场嘉宾陈梦工先生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